CUSO FUN 獨享珠濃的時刻到了 到底什麼學校會得什麼獎呢 首先頒發最佳CUSO獎 得獎的是 校威國小 我們歡迎李奇湘教授給我們頒獎 好 獎狀 一起獎盃 還有獲得獎學金一萬元 謝謝 謝謝 謝謝李教授 老師好可愛還這樣 好 謝謝我們的校威國小 好的 緊接著頒發的是最佳默契獎 得獎的是 馬鈴國小 歡迎五位中校收我們頒獎 好的獲得獎狀一指 還有一個獎座 以及教育部準備的獎學金一萬元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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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鈴國小 恭喜馬鈴國小 好 我們五位老師 剩下一個獎了 這樣最後一個獎是誰得獎呢 是誰 大聲說出你們小學的名字 這是什麼小 小 肚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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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歡迎我們蘇智鴻教授給我們頒獎 獲得了最佳當中獎 好 我們來獎座 一萬元的獎學金支票來囉 恭喜 好 謝謝 謝謝我們蘇智鴻教授 我們肚男國小 謝謝各位同學們 好 剛剛都是團體獎 現在要進行的是個人獎 對 特別突出的一個同學是哪一位呢 好 準備囉 我要公佈就是 校威國小的張鈺濤同學 就是你 對 來 恭喜你得獎了 恭喜 來 好可愛喔 謝謝 看完這麼多精采的表現呢 如果你想報名的話 歡迎你來參加喔 如果你對十二年國家有任何的疑問 記得跟我們一起收看 CUSO會客室 Let's go 回來到CUSO會客室 今天呢來到我們會客室的 同樣是我們教育部國民級 學前教育署的吳晴山署長 歡迎 主張好 兩位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我們這個節目呢 每次都有很多同學來 然後帶來不同的才藝表演 這是在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 是比較少看見的 是是 其實很多才藝啦 都是鼓勵同學更進步的一個動力 對不對 沒有錯 那署長今天一樣喔 就是家長有問題想要來請問你 那我們是不是一起來看看 家長的VCR 好的 Let's go 我是那個梅山 嘉義縣梅山的一個家長 面對現在的十二年國教 有很多疑慮啦 對於十二年國教 我也是滿支持的 可是 就是現在我的小朋友 明年要面臨一個十二年國教這個問題 對於我們現在一些那個 比較熱門的學校 想要做的 如果碰到那個超額比序的時候 是不是全國的辦法都是一樣的呢 Let's go 謝謝這位爸爸 是不是全國的超額比序都是一樣的呢 署長 爸爸是以嘉義區為例 那我特別要跟我們所有的家長做一個說明 我們前台灣有十五個就學區 是 就依照各個區域的需求我們把它發揮十五個 那在十五個就學區呢 超額比序的這個項目呢 有的一樣有的不一樣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們的居北區就是台北 新北還有基隆 只有四個項目 那剛剛爸爸講的嘉義區呢 只有九個項目 九個項目 為什麼差這麼多 因為各個地區的需求 各個學校的需求 各個學生校的需求都不太一樣 所以說由各個地方政府 也就是縣市政府呢 來訂定這個超額比序的項目 那超額比序有一個項目特別要做一個說明 就是學生的志願序 基本上是有內維如超額比序的分市主義 比如說你對哪幾個學校 如果說都是你的第一志願 對 你把它填在一起 那分市都一樣的 過去就是你填一個志願 跟第二志願可能就差一分了 所以說我們今天有做一個調整 希望說更符合家長跟學生的需求 了解 所以這個方式跟我們以前邏輯思維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好的 非常謝謝署長的分享 那今天一樣有題目 要來問各位觀眾朋友 題目呢 好的 今天的題目是 請問12年國教超額比序中 志願序項目的計分原則是什麼 A 以群組計分為原則 而且高低積分差異不宜過大 B 完全不需要比較志願序的分數 C 由學校的校長及主任 討論後決定計分原則 好 現在今天主長 為我們做了那麼精闢的講解 歡迎下周同一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的 CUSO 棒棒棒 謝謝主長 謝謝 好 這個操的筆字真的很複雜 對 很複雜 不要不要 謝謝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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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